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咱们的第四条 沥青混凝土组成的材料 那对于沥青混合料这一块它组成 沥青混合料我们说 在我们的感官认识就这么一片黑 里边有石子对吧 那其实这里边东西还挺多的 我们看在这关于沥青混合料 我在这给大家找了这么一个混合料的一个图片 看到那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黑的是什么 黑的就是沥青对吧 沥青主要起到的就是 把我们其中的这些粗细极料 能够粘接成一个整体 形成一个整体结构对吧 那好了除了沥青还有粗细极料之外 我们还需要加入什么 还需要加入矿粉 那这个矿粉又是干什么呢 其实在这里它并不是说 我们的沥青混合料 它里边必须得加矿粉 其实这个矿粉更正确点的说法 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做 甜料 为什么叫甜料呢 其实由于我们的这个 沥青混合料 是通过在我们的这个 骨料里边加入沥青 经过半合形成的 对吧 那由于我们这个骨料 它是骨料在这儿 有很多骨料 那骨料的之中 它有一些空隙 那这些空隙不能说 在这里有的空隙可能被沾满了 被沥青啊 或者其他小料沾满了 那但是不能完全沾满 那你想不能完全沾满 它里边这些空隙 我们没法处理的话 比如普通的一些沥青混合料 那在这里它可能就不那么密实 那为了保证它密实 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更小的细料 让它填充到其中 那填充到其中之后 我们说让我们这个小料和沥青 能够混合形成什么 形成沥青浇浆 更好的让它有年纪性 那在这里我们说 这个填料一般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 哎我们首先可以使用水泥 我们还可以使用什么 还可以使用石灰 还可以使用什么 还可以使用粉煤灰 还可以使用什么 就是我们还可以使用矿粉 然而对于我们这块 城镇道路一般使用的 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城镇道路使用最多的叫做矿粉 好 那这块我给大家说了 哎 这块我们实际上它组成结构 更确切点说应该叫做填料 而我们城镇道路使用最多的是什么 是矿粉 在这有个理解 但是对于考试而言 我们要如何记呢 记住矿粉 对吧 在这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补充解释 好 这是对于矿粉 那还有我们需要加入什么 加入聚合物和木质素纤维 那对于聚合物和木质素纤维 它是干什么用 主要起到加入它们之后 使我们的沥青混合料更加稳定 让它能够使到一个什么工作性良好 以及它结合性更好的一个效果 这是对于这块 我们的沥青混合料的材料 沥青粗细骨料 矿粉 还有我们的聚合物和木质素纤维 这是它的一个材料 对吧 那对于整个的来说 我们说对于它的基本分类 按照材料组成来分类 这个材料组成 以及结构 矿料的一个组成 以及空隙 还有工程最大的力净 还有生产工艺 分为了这些 比如说上边 连续积配和间断积配 那所谓的积配指的是什么呢 积配指的就是 我们涉及到这个骨料 它通过筛分实验 而得到它的不同力净的一个连接的一个积配 那在这里从小到大 挨的这叫做什么 连续积配 如果这个骨料 它的一个力净 和我们差了两个积配的骨料力净 结合一起 这叫什么 就是间断积配的 意思就是这样 那还有这个 矿料积配组成 一空隙 这种 密积配 半开积配 还有开积配 工程最大的力净 特粗粗粒 中粒 细粒 和沙粒 当然在这 涉及到我们这些具体的一个 划分它多少力净 多少毫米 我在这不再多说 回去自己看 那还有就是 生产工艺 热瓣 冷瓣 还有再生 热瓣 冷瓣 我们涉及到 之前给大家说过 再生 则是我们在里边加入一些再生剂 把旧的力净混合料 再让它恢复原来的雄风 哎 这是这块 那我们再看 按照结构类型划分 第一个 按照嵌几原则 构成的力净混合料的结构强度 是 以矿物质颗粒之间的 嵌几粒和内摩擦阻力为主 力净粘结作用为斧的构成 那在这说的是什么 嵌几 我们说嵌几嵌几指的是 里边的这些骨料嵌几成 形成这种框架类的结构 比如说 我们在这 骨料 哎 这个大骨料 小骨料 这个大骨料 连接一起 我们看 这个骨料和骨料挨在一起 是不是他们有一定的这种嵌几和摩擦 那整个的结构强度 当它受力作用下 是不是你这个嵌几的这个结构 骨架的这种结构 它能够进行支撑 那在这里 通过我们沥青中间 可能会有一些空隙 那这个沥青 它的粘结效果是辅助的 所以在这 这种结构特点是 结构强度受温度的影响小 为什么 因为它沥青少啊 那沥青少的话 沥青要多了 温度一高了 它容易发生软化 对吧 你这里边石子多 你沥青少 是不是你的这块 受温度的影响就小啊 那比如什么 沥青的灌入室 之前所说的三有四年 对吧 那第二个 按照密集配的原则 构成的沥青红料 它的结构程度 那在这 密集配 是以沥青与矿料之间的 粘接力为主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 这里边有骨料 那在这 沥青都在其中 那沥青和我们的矿料之间 的一个粘接度 沥青交交 对吧 那粘接度 使我们这骨料粘接在一起 然而这骨料它并不是每个每个都能够形成骨架的 那此时 矿料之间的嵌几率和内摩擦剂为辅 那这里是它这种密集配的形式 那 年纪力为主 摩擦力 嵌几率为辅 那这块 因为什么 因为它粘青比较多 所以 你在这受到温度的影响就比较大 就是我们的粘青混凝度 那这一块 注意 涉及到你结构类型 这两种形式 需要大家能够进行区分它的特点 受到温度的影响 哪个大哪个小 我们就这么想 如果说骨料多的 那在这里 粘青少 那粘青少了 温度 受温度影响就小 对吧 那如果说密集配 粘青多了 它受到温度影响就大 那相应的 我们说 粘青少的 那这块靠的是什么 靠着它的摩擦力 嵌几力 对吧 辅助的是粘青年纪力 那相反 反之依然受不掉 对吧 好 这是对于它的结构类型 那当然了 我们在知道这个结构类型 这种形式的理解之后 我们再看关于 我们这块 按照极配原则 构成的粘青混合料 那这块分为了这三种形式 叫做悬浮密实 骨架空隙 和骨架密实结构 那对于这三种结构而言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形式 它有很多相似内容 比如悬浮密实 悬浮密实说的就是 我们这个骨料悬浮在哪 悬浮在粘青里边 那悬浮的粘青里 在骨料和骨料之间并没有非常好的接触 那这个骨料和骨料之间的粘青 把它们粘结住了 所以它的特点 年距离大 骨料和骨料没有连接在一起 它内膜它脚就小 那它的典型代表 也就是AC 我们所说的 粘青混凝土 那第二个就是骨架空隙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一种情况 我们涉及到 你的这个混合量形成了骨架 它一个挨一个 而中间并没有小料以及粘青 把中间的孔隙填满 那在这里形成的这种年距离 相对来说就小 而主要靠它的嵌击力和内摩擦角 它就比较大 那代表AM OGFC AM是什么 粘青碎石 OGFC是叫什么 大孔隙开极配的 粘青摩耗层 排水摩耗层 OGFC AM 那还有就是 我们说这两种都有它的特点 那有一个大一个小 年距离也摩擦 摩擦角 对吧 那骨架密石结构 则把它们两个的优点完全占有 那骨架 我们又形成了骨料之间的骨架 而且骨料之间的骨架 由于它的空隙的产生 那所以它的年距离小 对吧 但是骨架密石结构来说 它使用的是 其他的一些小料 以及粘青 它填充了这些原来的骨架之间的空隙 所以导致的它的效果是什么 既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骨架 它的欠几力和摩擦角 比较大 而且它中间被粒青填满 那它的年距离也很大 所以在这里 它这种骨架密石结构 它是把两种的好 全都集于一身 典型代表 SMA叫做粒青马蹄指 对吧 那当然了在这儿涉及到这个内容 我们其实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在这儿我们看看简单的形式 简单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悬浮密石结构 刚才所说的悬浮 骨料悬浮在粒青之中 那还有我们的骨架空隙 形成了骨架 然后中间的空隙 没有被完全暂时 那还有就是 两个合一的骨架密石结构 那如果说再不清楚 我们看看这个 以我们的这种吃货的角度 给大家进行展开 那在这儿 我们说关于这块是什么 是年糕 对吧 年糕 悬浮密石结构 我们说把年糕里边这个枣 想成石子 想成骨料 那把年糕想成粒青 我们可以看到 石子 或者说我们这个枣 它是不是完全在年糕之中 而且它没有挨在一起 那这块说的是什么 悬浮密石 那这块年嘛 年聚在一起 对吧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这是什么 沙基马 那这个沙基马可以看到 我们沙基马这里边 可以看到有很多空隙 把这沙基马可以想象成骨料 那这些空隙是不是没有被添吗 那好 骨架空隙 那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 骨架密石结构 依旧也是沙基马 但是它和这个沙基马的区别在于 这个沙基马里边有国谱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芝麻啊 还有我们的松子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葡萄干等等 那这些小料添冲到我们这骨架中的这些空隙里了 那好了 此时这个添冲的空隙 以及再加入力清 是不是就我们的这种骨架密石结构呢 好 这是对于这三种形式 那这三种形式 我们的考察的这种频率很高 一件二件考察的频率都很高 所以在这儿 需要大家注意 能够把它进行区分 在这儿给大家进行总结 叫什么 叫做悬密如年糕 年牙不难咬 代表的是它的年距离比较高 对吧 如我们的这种年糕的形式 那 骨控沙基马 脆散又香甜 那在这里 骨架空隙结构的沙基马 在这里对它进行相应的一个展开 对吧 那骨密正综合 综合的是什么 悬浮密石和骨架空隙 国普基金 因为我们这个沙基马里边 加入了一些国普啊 小料啊等等 对吧 年距离摩他脚 大小字一遍 那在这里 既然知道这些结构 你去自己研究去吧 年距离摩他脚 好 这是一点 关于我们的极配原则划分的 沥青混合料 进行区分 我们的代表 能够认清区分 它这个年距离摩他脚 能够进行区分 这个名字也要记住 这是一个高频考点 让大家注意 好 这是这点 那相应的 在这里给大家看 关于我们的悬崩密室啊 骨架空隙啊 悬崩密室等 那在这 AC绿形混凝图 在这里悬崩密室结构 那SMA骨架密室 刚才所说的 两好级一好的 对吧 那这一块 涉及到我们这第三个 叫OGFC 骨架空隙结构 那对于骨架空隙结构 我们又叫做什么 开极配 这种大孔隙 排水模号层 对吧 那排水 我一般水进入到 它这个空隙之中 它会向两侧 进行一个银排 排到我们的 两侧的排水沟道物里 对吧 那当然在这 看一个这个图 这是一个外国的 一个楼面 外国楼面 我们说这个贯车 往这洒水 那这个洒水 并不是流淌到哪都是 而是通过 我们洒水之后 它会渗入到 我这个表面 那这块使用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 OGFC的这种楼面 大孔隙开极配 排水模号层 对吧 好 这是这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道题 2020年考题 下来厘清孔和料中 属于股价空隙结构的有 那我们说 股价空隙是哪一个 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这个内方差小比较大 而我们的年距离比较小 点心代表是什么 AM和OGFC 是吧 那AM什么 厘清碎石 OGFC 大孔隙开极配 厘清母号层 对吧 那在这里直接选哪一个 OGFC 有了厘清碎石 AM有了 其他的都不是了 普通厘清孔和料 我们一般说什么 AC类 对吧 那改型厘清孔和料 股价密实结构 厘清马蹄纸 在这儿 碎石混合料 也是属于什么 我们的股价密实结构 所以这块直接选择 逼第一选项 对吧 就是这道题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点 主要的材料与性能 那对于我们的厘清孔和料来说 首先是什么 是厘清 对吧 那在这里 厘清的五大技术性能 那我们说对于厘清而言 在常温下 它是这种固态的 那我们说厘清通过加热 会形成液态的这种厘清 那我们这一块给大家看的 这是一个厘清的式样 那对于厘清的五大性能 分别包括什么 分别包括 粘接性 感温性 耐久性 塑性 和安全性 对于这些性能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一一的介绍 那当然了 我们说对于这些性能而言 我们说厘清 经常会使用什么厘清呢 我们这有个要求 城镇道路面层 以优先采用的是A级厘清 然后B级厘清 可作为次干路级 以下路面的面层使用 那不易使用 没有厘清 在这给我们这种冷不丁的 抛出什么A级B级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关于我们的公路规范中 有明确的规定 分为了ABC三个等级的厘清 那我们说 对于我们这个A等级厘清 是最好的 我们一般用于高等级路面 还有我们这一级公路啊 还有我们城镇的快速落 主干路 这些高等级路面 那B级厘清呢 主要用作我们的次干路级 以下的路面 那C级厘清 用于我们更低等级的路面 好 那我们知道至此即可 那关于这里 我们的22年的教材中 加入了B级厘清 可作为次干路 以下路面的面层使用 这句话 当然我们后把还有一句话 不易使用 煤油厘清 那对于这个煤油厘清 为什么不易使用呢 其实我们现在使用的 更多的是石油厘清 那煤油厘清 其实从我们的这种 温度稳定性的角度来讲 它不如我们石油厘清好 而且煤油厘清 它在使用的过程中 会对我们大气造成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 它气味很臭 那对我们施工作业人员 也会有影响 所以在这里不易使用 没利性 那这是对于我们这一块 那接下来 我们首先看咱们的第一个性能 就是粘接性 那对于粘接性而言 我们说 利清材料在外粒作用下 利清粒子产生相互被移的 抵抗变形的能力 那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加入利清之后 利清把它粘接在一起 让它不再分开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粘接性 对吧 抵抗其变形能力 那在这里 它的指标有两个 一个是常用的 是这种条件年度 另一个是60摄氏度动力年度 那也叫绝对年度 作为选择性指标 那我们有老体说 那关于这块 条件年度和60摄氏度的动力年度 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这里 我建议大家 不用细研究它的内容 那其实我们在规范中 全都有它的解释 那在这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 所谓这个条件年度就是 在一定的这种环境和温度的要求下 那好了 我们在容器里加入一定的这种粒氢 那这种粒氢让它流动 流动出来 从我们的容器中流动出来 那这个所花费的时间 以及在同样环境下 把这个容器里边放入水 让它同样流出来 所花费的时间 它的比值就是条件年度 那当然我们这里动力年度 则相应了有更多的一些限制条件 那这就是对于它的两个指标 那我们需要大家知道这个名词 但不需要真正的去深入的理解 或了解 因为这块我们压根就不会再考你 什么叫条件年度 什么叫动力年度 理解这词即可 当然我们说 在我们考试中 在我们教材中 都会有很多专业名词 那我将会告诉大家 有些词你需要理解 需要认识 有些词你只要知道名字就可以 这块知道名字即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下边的适用情况 选用标准等 那在这里我们首先说 高等级的道路 夏季温度较高 持续时间比较长 重载交通 以及停车场等 行车速度比较慢的地区 尤其是汽车贺载 减硬力大的这种结构层 我们使用相应的 稠度比较大 震度比较小的这些 那这块稠度大 震度小 有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稠度 我们说在这个稠度 给我们的感性认识 稠就是比较 比较粘稠 对吧 那我们以粥为例子 那这个粥 我们说做的这个 西汤挂水的叫什么 叫西粥 那做的这个粥 里边这加入的这些米啊 豆啊什么的 特别多 它特别稠 特别烂乎 这叫什么 透粥 那相应这里 我们就能感受到 原来这种厚粥 就是这种稠度 比较大的粥 那还有一个叫针入度 那一会儿还会给大家介绍到 简单的说 针入度就是 我们一定的侧针 让它在重力下垂的过程中 让它刺入到我们这一个材料之中的深度 那你想 如果这个材料 它的稠度比较大 你这块刺入的深度是大是小 一定是比较小 那同样相反 如果你这个材料 它比较稀 那你是不是把我们这个针 让它自由下落 插入是不是就比较大 那正好我们说 稠度大 针入度小 稠度小 针入度大 这是正好相对 对吧 那在这里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使用的是这样的 对吧 那冬季 寒冷的地区 交通量比较小的这些道路 相对比较冷的地方 那一选用 稠度小的这种旅行 正好相反 对吧 那在这里 我们还有一个要求 当满足 高机温稳定性时 应优先考虑 高温稳定性 也就是说 这两个我们都要满足 那我们说优先考虑什么 高温稳定性的 好 这是关于我们年纪性 涉及到的内容 这是它第一个性 对吧 那在这里 我们补充刚才所说的真度 真入度 真入度就是 我们说 使用一根 这种相应的标准的试针 那这个标准试针多少 100克重的一个标准试针 那把我们这个试针 让它自由落体 让它插入到利清里边 我们这个利清是什么 利清式样 那这个利清式样 使用标准量杯 在25度的水里浸泡珠 这叫什么 水浴法 把它浸泡在里边 浸泡在里边 使用这个标准 100克的标准针 让它自由落体 在5秒内落入到利清的时候 插入到利清里边的深度 这就叫做真入度 我们想 其实说白了 就是拿一针 让它往下去撒手 让它落下去 扎入到利清里边 看它深度 那在这里我们想 刚才所说的这个稠度 在这 如果说你这个利清越稠 那我们说这个稠度比较大 它是不是 当你扎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 它是不是扎入的就小一些 深度就小一些 那如果说你这个利清较稀 在你自由落体的时候 针扎进去 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 插入的较深呢 好了 从这我们理解 稠度大 真入度小 稠度小 真入度越大 对吧 所以在这 涉及到真入度越大 说明的这个粘稠度越小 利清越软 反之一然 对吧 那表征的是什么 表征的是利清的稠度 那也用于命名利清的标号 那当然了 在这 我们现场的这个 真入度试验 使用的是专门的真入度试验机 对吧 那在这 试验仪 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一个玻璃外罩 这块 涉及到里边放的什么 25度的这个 横温的水 然后使用我们的 利清的这个容器 里边 这个铜色 铜的是利清容器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这个标准试针 在这里 当它25度水域的时候 让它自由落体 插入到利清的深度 刚才所说的 真入度 在这 有个了解即可 知道我们所说的 这个稠度 真入度它一个相对应的内容 利可 那好了 我们说完了年纪性 接下来我们再说感温性 对于感温性而言 利清材料的粘度 随着温度的变化的感应性 那 涉及到指标 软化点和真入度指数 那适用的情况 日温差 年温差大的地区 也就是高低温的温差 较大的时候 一显用真入度指数 大的一个利清 那高等级道路 夏季 这个高温持续时间长的地区 重载交通 停车站 有信号灯控制的这个交通交叉路口 车速较慢的路段部位 需采用软化点高的利清 反之使用软化点低的小的利清 这是对于我们的感温性 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求 对于你这个利清 对于你的温度 敏感性要不是那么敏感 对吧 那在这里 如果较为敏感的话 实用的时候是不是容易造成 一高温它就软化 一低温就开裂 对吧 就是这块 那我们再看 下一个是耐久性 那实际上耐久性 就是让它用的时间长一点 这叫什么 抗老化性 通过的是 薄膜烘香加热的实验 给它进行加热 测老化后 然后我们的利清的质量变化的 这个 真入度的一个变化 还有我们的 残留的这个 盐度的变化 等来反映起什么 反映起 耐久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抗老化性 那或者是通过这个 水煮法 我们的实验 利清和骨料的粘巨性 你想 如果把它这个 放入水里 我们说本身这个 利清和骨料 利清和骨料结合一起 如果说在这 水煮加热的情况下 看看它是否 发生脱离 它的粘巨性的变化 那在这里 反映起 抗水损 水害的能力 如果说 等级越高 说明它的粘巨性越好 也说明什么 说明它受到温度的影响 越不敏感 对吧 刚才一直说到这个点 对吧 那也行 那接下来是塑性 那塑性 就是利清材料 在外力作用下 发生变形 而不被破坏的能力 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外力作用下 它又发生了变形 但是它并没有破坏 并没有拉断的能 我们说这块 不被破坏的能力 反映起 利清抵抗开裂的能力 塑性抵抗开裂 光变形 但不坏 对不对 那低温 炎度越大 抗开裂性能越好 那你想 我们低温的情况下 是什么 低温它容易变硬 变脆 对吧 如果低温它严度 受力的作用下 它严度依旧变大 那说明什么 抵抗开裂的能力是越好 那适应于 在冬季低温 或高低温温差 较大的情况 要求采用低温 严度大的这种利清 好 就是这点 塑性 那还有就是安全性 安全性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闪点的概念 什么叫闪点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利清 让它进行加热 当你加热的时候 它开始冒火了 那在这 首次冒火的这个 冒火的温度 就是它的闪点 你想 如果这个冒火的温度越低 说明什么 说明它越容易着火 对吧 所以在这里 确定利清 加热融化时的安全温度界限 使利清安全使用 有保障 对吧 当然刚才说到这个闪点 在它的一个规定的 一个安全范围内使用 利清越软 它的一个闪点越小 就是它越容易着火 对吧 好 这是这块 安全性 涉及到这五大性能 希望大家能够区分 当然了 主要这性能要知道是什么 对吧 那在这里 涉及到性能 年纪性 感温性 耐久性 素性和安全性 相应的指标 在这给大家进行了列出 不再赘述 我们涉及到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定的理解 当然了 对于这种具体的这种名词啊 我还是那句话 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 没兴趣的 直接略过 知道它东西 知道名词即可 OK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 相应的第二个 关于它的骨料 刚才说了利清了 接下来我们说这个骨料里边的 这个粗骨料 也就是粗鸡料 那粗鸡料里边是屎子 首先要求干燥这个清洁 表面粗糙 能够使到后期 能够什么呀 能够粘接在一起 那我们要求 对于你这个骨料而言 我们涉及到 不能让它有水 我们要求在半核的时候 让它和利清能够良好的结合 我们在施工的时候 我们的半核站 还需要对骨料进行加热 把它水给蒸发掉 对吧 那是这块 洁净干燥表面粗糙 然后 应具有较大的表格密度 较小的压碎值 用于成振的快速乳干 陆利清表面 它的这个脊鸡料 粗脊鸡料的压碎值 不得大于26% 吸水率不大于2% 说的是什么 要求的是 我们这个骨料 它的这个内在 要密室 如果说 它较为松散 它的表格密度 比较小的话 容易在受力作用下 它就发生碎裂 对吧 那你这块 说的就是这个点 那在与利清的年孵性 有较大值 能够更好的结合呀 对吧 就是这个 关于我们的石子 粗骨料 或者叫粗脊料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细鸡料 我们说沙子 洁净干燥 无风化 无杂质 来保证能够和我们后期 利清啊 石子更好的结构 那热瓣利清混合料中的 天然鸡用量 不易超过我们的 鸡料总量的20% SMA OGFC 不易使用天然鸡 毕竟天然鸡里边 会存在一些 相应其他的粒子 那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结构 造成后期的腐蚀啊 破坏的 那一般使用什么 使用机制厂 对吧 那在这里 SMA OGFC 我们一般是改性粒性 混合料中 一般要求 对吧 就这一块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矿粉 对于矿粉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 其实在这是什么 是甜料 只不过我们城镇道路里边 一般使用的是矿粉 对吧 应采用石灰等 增水性的石料 磨成 清洁 洁净 干燥 不含泥土成分 外观无团结 对吧 团粒结块 那在这里 城镇的快速煮干炉的 沥青面层 不宜采用粉煤灰 怎么做甜料 刚才也说到了 我们说 这个甜料里边 水泥啊 石灰啊 粉煤灰都可以 但是我们使用更多的 或者是我们城市道路 一般使用的是矿粉 在这 太明确了 我们涉及到 快速煮干炉里边 不宜使用这个粉煤灰 对吧 好 这是这点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这个纤维稳定剂 刚才也说到了 我们让它能够更好的 结合 让它更稳定 而且我们说 在里边加入了这些纤维之后 使我们的这个路面结构 它加入了类似一些什么 类似一些这种细小的夹筋 对吧 那所以它起到了一个 抗车折的作用 还有抗车的作用 那在这里要求 不易使用石面纤维 那这个石面纤维 对于本身 它的一个结构 也是抵抗车折 它的结构也是很好 但是石面纤维对人体的伤害过大 容易造成我们肺部的一些疾病 所以在这儿 石面纤维是不易使用的 那还有要求就是 应在250摄制度高温条件下 不变质 注意我们说的就是这种稳定剂 对吧 那如果变质了 你还稳定吗 不稳定 那应在250摄制度高温条件下 不发生变质 对吧 就是这块 纤维稳定剂 那好 我们说完这些材料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关于咱们的热瓣 沥青混合料的一些主要的类型 那我们首先看 关于我们最常使用的是什么 就是普通的沥青混合料 AC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沥青混凝土 那对于沥青混凝土 主要适用于城市的四干路 辅路和人青道 相对来说 它使用的这个道路 等级略低一些 对吧 那当然了 我们说这种等级略低的 我们能不能用的高级呢 一般是不用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说 为了使这个高级路面能够使用 我们要在这里边加入一些东西 我们在这里边 加入了橡胶啊 树脂啊 高分子的聚合物 磨细的橡胶粉啊 改性剂等 让它变成了什么 改性的沥青混合料 那好了 对于改性的沥青混合料 加入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它的性能就变好了 所以它就可以用到 更高等级的路面 我们可以用到哪 城市的快速路和主干路 那城市的快速路 主干路可以用 那我问说 那我们这些次干路啊 辅路啊 人青道可不可以用啊 当然可以用 高可低用 那高可低用 只要你钱够 你有钱 才他记住 你都可以使 对吧 那当然了 在这 对于我们既然加入这么东西 能用到高能力的路面 它应有更好的特性 比如我们的高温抗科折 然后低温抗开裂 较高的耐磨耗 还有我们的使用寿命长 这些特点 那在这里 我们说高温的情况下 容易发生这个 沥青变软 那在这里 容易造成 赫载作用 发生这种变形 那这种车折 以及低温的话 发生这种淬烈的情况 那在这里 都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解决 那在这 改性 沥青混合料 这是我们加入这些东西 那我们说 改性 沥青混合料来说 我们本身 更好的 我们说 在这里叫什么 沥青马蹄脂 它就属于我们这种 改性的沥青混合料 那之前也给大家介绍到 关于我们的沥青马蹄脂 SMA 我们说 它是什么样 骨架 密室结构 所以在这里 涉及到它的一个材料 的一个形成 在这里 沥青马蹄脂结合料 加上间断 即配的一个碎石 形成骨架 那形成骨架 密室结构 它的特点 和我们这边是一致的 说什么 高温抗车折 低温抗变形 然后水稳性好 抗滑性好 那适用于 城市的快速入度干路 也是高等级道路 那选用 真入度小 软化点高 温度稳定性好的 这些 注意是密青 对吧 那当然来这里 我们之前说到了真入度 那真入度小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这个稠度 比较大 那当然 这是我们的 比较好的 这叫SMA 那我们说 SMA已经很好了 我们说让它好上加好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可以使用这种改性的 厘清码地质碎石混合料 那在这 关于这种材料来说 它是和我们的SMA 相同的材料配比的结构形式 还是我们股价密实 只不过我们这里使用的是什么 使用的是我们这种改性的 厘清 那刚才也说到了 关于我们SMA这块 我们这是厘清 在这 我们使用改性的厘清了 那在这 好上加好 它比我们的SMA还要好 那当然了 对于这种好的这种材料 我们一般 试一到 是不是我们这种高等级路面都适用 而且它的材料的一些 到最后 做完这个性能 是不是跟我们这种 上面的要求一样 高温抗车折 低温抗开裂等等 对吧 这是对于我们的 热半厘清混合料的主要类型 有什么几块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 有一定的认识 当然考察点比较多的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点 我们涉及到都考察的比较多 对吧 那我们说 还有它的一个结构形式点 考察的比较多 所以在这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考察适应的道路 以及它的一些特性 就是这一块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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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